Squatch 它是一个软体 刚刚讲 从因为它图形化跟中文化的关系 那机幕叠起来就可以使用 所以号称5岁到95岁都可以用 那好玩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结合很多的硬体 以前我们学电脑都是在电脑上面 在电脑萤幕上面所操作 然后看到听到也都是从电脑出来 然后从这个Squatch出现之后 很多的硬体可以跟它配合 然后世界就延伸到真实世界 比如说乐高基姆 乐高基姆除了有那个NXT一套2万多块的那种东西以外 也有这种5800块左右 这种儿童的,儿童用的 它是教育系列 规度系列,教育系列 然后它里面有两个感测器跟一颗马达 所以它可以让你的组装的东西就可以有一点自动化 有一点自动化 比如说侦测到什么 请手伸进来,他就把嘴巴合起来 就可以做类似这样的东西 东西就真的会动起来 然后真的会侦测这个世界的状况 环境的状况,真的有这样的功能 那不过,因为乐高是蛮贵的 虽然5800,可是只有两个感测器跟一颗马达 还有那些小积木 在我们教育界实在是很难推广 因为一套就要5800 那如果一个教室30套的话 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然后除了乐高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的开放式硬體 那所谓的开放式硬體 就是它会把那个电路公布在网路上 那所以喜欢的人可以自己做 那甚至可以改良发展出新的版本 那它的授权就是GPL授权 就是公众授权 大家都有版权 那像这样的东西很多 MekiMeki它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它可以,这个我们第最后一天吧 然后在最后一天的课会讲到 就是7号的课会讲到 然后它会把所有能够导电的东西 都可以拿来当做输入 所以换句话说 你去超级市场买水果 我们打电脑的时候 我们都用键盘滑鼠 那你可以用西瓜拔蜡 去当做输入 比如说你按上一页下一页 看浏览器的时候 然后我们都用滑鼠 滚了往上往下 或者用那个键盘的上或下 对不对 然后你就可以用西瓜代表往上 用巴拉代表往下 然后你摸西瓜 网页就会往上移 很神奇的东西 听我这样讲不相信 晚一点等下可以看影片 我们也可以做出类似的东西 这个叫MekiMeki 它是很神奇的东西 那我们其实四年级 国小四年级就学过 什么东西会导电 什么东西不会导电 但是你这一辈子从来没用过 对不对 我们大概最后一天会来用 那这是今天的主角 今天主角叫Arduino 那他是比较利害的角色 因为刚刚这一个 他只能做输入 他只能做输入 那所有的输出都是在电脑里面的 看你程式怎么写 那可是这一个呢 Arduino它是 现在的当红榨纸机 不是只有我们在学习而已 所有业界 包括那个电子 电子厂 设计发明的 创客的 他们都在使用 它可以做真实的产品 或者是真实产品的雏形 那也可以做出来的东西 是真正可以用的 那为什么它很厉害 因为它可以做输出跟输入 它有输出 它有输入 所以你可以控制马达 让它转到各种角度 你可以控制 可以控制车子往前跑 往后跑 你可以侦测环境的 一些感测器的值 比如说温度、湿度 或者有没有触控等等 有没有那个火 有没有烧起来 有没有瓦斯 这些都是真实世界的讯号 那它都可以做 做 透过感测器来作为输入 所以这是当红炸紫机 我们今天要玩的就是这一块 那其实还有其他很多的东西 好 比如说像这个也是我们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要玩的 那最后一天这个比较偏 这一块比较偏向于学习的部分 它里面有内建四个简单的感测器 跟那个电阻的外接的那个感测 这是学习用的 一般学习用的 那其实还有很多啦 还有很多 好那简报不用抄 网路上有这种法 然后那个开放式的板子也很多啦 像这一块叫做Nano 他也是Arduino系列的 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就是我会慢慢跟各位介绍这些东西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个 我每次都必看的这一片 有看过的老师忍耐一下 这一片就是我初三的原因 不是初四 初 那个怎么讲 这是下来 不是初三 真的是 师父下三 这是一个 火车站的那个地下道的楼梯 那我们一般都会看到 都会有电梯跟楼梯 那大部分人都会去坐电梯 那两个走路 那他们城市运动 他们就为了要 他们就做了一点设计 希望人 希望大家都去走楼梯 都能够运动健康一下 所以他们把楼梯做了一点改变 把他变成一台大大的钢琴 然后是真的可以发出声音 这个技术很简单 技术很简单 等一下各位就可以做得到 那每一个音阶 他都 就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那所以就可以看到 很多人开始 因为东西好 新奇 大家就会开始想要去尝试 那教育的原理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学校里面有这样的设施 那大家一定会想要去碰碰看 好好看 那根据他实验的结果 百分之六十六的人就开始走楼梯 那个路边的电梯就很少人走了 然后除了健康运动之外 也学到那个音乐 那个弹钢琴怎么弹 那个音阶啊什么 还有促进男女朋友 亲子关系 很多很多的好处 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影片 是有一个感慨的 虽然本人唱歌很好听 可是我不会看谱 那个什么线上抖音 说我要从头开始算 我不能一眼就看出说 那个是什么音 那我就要想啊 如果说 我小时候学校有这样的一个楼梯 那应该是说 不要说我们毕业 五线幅不会看 应该是有这个楼梯的话 不但会看谱 而且出来那个毕业之后 都弹了一首好钢琴 每个人都像周杰伦一样 那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那所以我才开始玩这个东西 然后才开始要想把它介绍给学生 那所以呢 我们就在一百年 学校在一百年开始 我们就开始把这些东西带进 带进学校 然后学生就开始玩 好那有些东西 好 这个是全世界唯一可以带进学校的凶器 那是倚天剑跟屠龙刀 那它其实只是铝箔纸包着厚纸板 那我们小师就学过了 铝箔纸会倒垫 对不对 那铝箔纸很便宜 你去那个199什么百货 五金百货 这一大张喔 你去贴那个厨房的那个铝箔纸 还有烤鱼用的那个烤肉的铝箔纸 那个一整卷或者一大张才29块 然后你也不用接任何电路 只要有我们的阿兴隆板 它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东西 然后因为它两个互碰之后 就可以导电 导电呢 你的板子就会收到去 你就可以写层次看它要做什么 好 然后进阶一点 就是你如果学到 这个是控制110伏特的加电 我们是用那个小夜灯做模拟 好 那所以 它就可以做到自动控制 它有一些感测 加一些感测器 然后用继电器来控制这些电器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教具 教具 比如说 这个水果是会讲话的 也可以盘出声音 然后可以做那种大型的游乐器材 然后做一些创作 好 用铁丝就可以做成吉他 好 然后小朋友就会自己开始想要去动手做 那像这个小朋友 他其实看过我们上课 但是他没有真的到我的班上 但是他跟我借杂志 借杂志之后回去啊 他就自己家里就自己做了空气墙 为什么 我就问他说你怎么那么厉害 他说他家是卖水管 这么刚好 他小孩有 他的环境有那个资源 然后他就可以光看杂志 就可以做出他自己要的东西 你看多厉害 所以其实小朋友不要小看他 然后 好 那所以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的东西很好玩 你能把它做成教材 做成教具 那其实就会 学生的学习就会自然发生 不用你每天在那边讲说 什么该背了 什么要做什么 好 那这个是前面里面的部分 那我的东西呢 都会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 你把这个关键字打进去 就可以看到这一根简报 规取创造力教育 然后可能再加上我的名字 比较容易找到 那我的Facebook 直接找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然后我也有那个 顺便介绍一下啦 部落格最近才开始放上去 那前两天的教材 有录影的部分 都已经做成连结丢在上面 所以各位 如果前两天没有来看到 他觉得想要学的 或者想要复习的 可以自己点进去 那里面都 都有那个录影档 都有上课的录影档 好 这都可以 现在来讲一下 那你看的时候解析度 可以比较高一点 像是会比较近一点 就是 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部分就请各位老师 就自己先看一下 然后等一下 我先帮各位订个便当 等一下我们就正式开始 就没过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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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